楼市调整短短数月后以极速回复声势,部分组阵子决定看定D的准买家,亦再度出动看楼,令二手盘员再度紧张,不者有位亲戚,本身已经有楼在手,亦忍不住出来看楼,希望可以买个单位收租。 知不过,笋盘一早已被吸纳,现时市场上不少叫价,都比银行股价高出一折,这位亲戚目标在旺角,太子一带,起其方便,好收租,部分楼龄较高的甚至有收购重建的潜力。 不过,由于这类物业楼龄一盘都有这么上下,所以按揭成数不会高,可以四百几万楼都要付一半首期,所以这位亲戚目标都是买四百万多小小的单位。 近日不者都有一同去看楼,区内的地胆代理港,原本新年前都有不少四百万左右的单位可以选择,面积不大,约在两百米到三百球左右。 不过,新年后已极速被掃清,令区内现时五百万楼下的单位只如下数个放盘。 于是不者就跟亲戚一同去看其中一个,价钱贴近五百万,楼龄五十几年,大约三百二十尺左右,连一个天台,表面上好像不错, 不过亲戚一见到个天台,就即时却步,他说,个天台小到放狗都嫌小,向大家又放不到组合屋, 但左右隔离全部潜见有住人,连烧烤都不可,即是一个无价值的天台,但业主叫价时又计上天台的价值, 即是给钱买一个用不到的地方,再加上业主叫价近五百万,但银行股价只估到四百五十万, 即时给一半首期还要再贴多数十万元差额,所以即时放弃这个单位。 好,到另一个,同一条街,楼龄都是五十多年,都是三百尺左右, 这个相宜一点,叫四百多万,本身已汤成两个套房。 亲戚本身想着连租约都不错,至少买入后不用而等租客, 又不少给租出单位的佣金。 不过,当打电话去银行问股价,银行一听到是太子某某街后, 即时问,你不会试买劏房吗?劏房做不到按揭。 而且,在劏房集中的黑点,银行做股价或做按揭前, 很大机会要到现场视察,会被一般的地区严谨, 一听到这样,亲戚以深知买入单位后很大机会做不到按揭。 于是又再打退堂股。 您有试试吗? 请不吝点赞,订阅一 token,